长期在南部耕耘的台南人剧团 这个周末假日在北上公演 在台北城市舞台 推出了他们的年度新作Q&A 这个被一文界称作是剧场模范生的剧团 要透过另类又幽默的戏剧手法 来对传统价值观提出挑战 我们真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不行 你是唯一的可以帮我想起来重新事情的人 刚从德国回台的男子 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记忆 醒来之后不但连老婆都认不出 还得面对完全陌生的人生 但这到底是失去了一切 还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 台南人剧团这出新戏Q&A 为观众抛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一开始就让主角失忆的话 等于观众也对这个主角一无所知 他们就必须要随着这个剧情的延续 然后开始去也是追寻说 这个主角到底他从前是什么样子 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身为南台湾少数的剧团之一 成立23年的台南人剧团 表现却一点都不输给北部的剧团 不仅曾经推出K24 这出长达6小时的实验剧 也曾代表台湾到法国的亚维农艺术节演出 更是每年都获得文件会 优秀扶植团队的补助 只不过身处在表演艺术不兴盛的南台湾 剧团得面对人才不足的困境 我觉得南部进行剧团最大困难 真的还是人才 就希望南部能够 未来的自己能够真的能够有培养出更多 更多的剧场创作人才 这出新戏跨越三个世代 一台男人一贯的诙谐和幽默 深刻探讨爱情 亲情友情以及性别认同等问题 创新实验的手法 要激发观众看戏的想象力 也希望让大家看到南部剧团 有活力的一面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